1990年落成 这个看法都没有电梯 建设二马路 208 万 那些猪肉乘航乘航 一有这样的阵势 就不会跪得去哪里了 有少量的豉油 不要碰那么多 是挺好吃的 接着来到粥了 粥是放了一段时间 所以好像有这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早上八点钟都未够 我所在位置是环市东路 刚刚经过的就是我家门口 不是真的门口 是附近 通常我都会在这个地铁站 回家 如果有看上一站的观众就知道 我们在前边 大概这个位置 就去喝茶 昨天下大雨 今天正好 出了月头 八点钟就很多人上班了 今集影片 我会去建设新村里面走一走 话说建设新村好像很旧 其实不是的 很漂亮 很新正的 因为起码这里有花园酒店 如果但凡有少少熟资广州的观众 都应该没理由没听过花园酒店 花园酒店 白天鹅 中国大酒店 广州应该最老牌三间 还有东方宾馆 还有 但看起来就好像有少少比下去 最老牌这几间 花园酒店也会有巴士往返香港 但是我的建议就是大家最好不要选择花园酒店的巴士 由于这里进行一单 说了十几二十年的工程 还有再加上修建地铁 所以这里是车都不能进入的了 已经是大概有差不多两年 应该是疫情之前 结束之前的一年 已经在搞成这样了 做地铁 做地下商场各种的了 所以如果在这里坐巴士 可能挺头痛的 要在地铁站这里出来的 因为我没坐过 整了路之后我没坐过 不知道 因为这里肯定不能走 他可能会在这里上来了 这个巴士站 中旅巴士 今天我们就会去这里里面走一下 上一集也跟大家说过 如果我们在家附近买菜 以前我说老婆会去建设市场买的 事实上那里是很易闹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都经常去建设市场 买东西的 买的杖料各种的 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事实上那里是真的比 昨天我们去的市场都要便宜 应该来说是附近比较便宜的一个市场 这里连这间H&M都没有了 以前还有的 现在切了场了 这里附近的餐厅跟西关那些大所不同 因为大多数这里客人都是商务客居多 中午和客人聊生意 聊完吃过饭那种 西关那些就是老街坊饭堂 所以为何我们很少会来这里拍摄 就是有原因的 至于这里叫做好世界广场 都是写字楼之日的 前面还会有星巴克 昨天也带大家看过花园周围的价格 如果大家不太介意周围整路 其实也挺好的 在广州来说在天河以外都数一数二 一个他一个白天鹅 就是天河以外 这里肯定也少不了咖啡店 比如这个黑色的星巴克 还有剪头发 还有汉堡包食 一应区厨 至于建设新村里面的小店 虽然没有江南西 或者天河南 东山口的那种刺激 始终正在整路 没办法的 但是在未整路以前 和未发生疫情之前 这里应该说是 我不敢说一定 是很多外国人在这里留念的 因为他们来做工 自然会有酒吧 而且大多数都是欧美的 我经常走的那条路 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在中华广场上班 有时候下班 想做运动 走路回家 会经过这里 现在变成这样 以前我车来车往 记得三年前 那部车刚刚落地的时候 还在那里 现在站着左手 这个位置 就有市政停车位 现在就这样了 下面这些商铺 都挺可怜的 我记得前面有个腸粉档 跟以往一样 我还是未吃早餐的 可能会简单单吃 少少东西就算了 如果说到老字号的餐厅 在里面还有一间 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记得了 吃腸粉吃粥的 吃蒸饭的粥 我曾经有一次 有一位观众 在友谊商店门口 遇到我 他们问 那个餐厅在哪里 处于阳阳斌馆 宣情回来吃 应该没治愈 但是挺好吃的 不过就上次试过 这次也试过 同时 有的 有的 有间腸粉店 我已经太久没来过了 可能已经变成这样了 已经变成很久了 再来 旁边 这儿 就是 延安广场 也是附近一个非常之好 非常 通常中高端的商場 以前女兒小時候 還要推嬰兒車的時候 有時候晚上帶她出來散步 都會來到這個廣場 又可以進去快餐店坐坐 在上面這個位置還有一間意大利餐廳 應該都頗正宗 現在變成常來小聚了 這間宿舍也還在 裏面還有很多東西賣 我不賣是一回事 比如說一些比較好品質的雪茄 在廣州來說也算是 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有些朋友都會專程過來賣 具體位置一直往前走 就已經是東風路了 過了東風路 斜斜地往右轉就是寧元西 然後在前面這塊牆擋住的左邊過去 就可以去到華樂路 然後回到我家 只要我會在這裡進去建設新村 走走 然後會到農曆新年 一些傳統節日 情人節都會 這裡的廣場是會有燈飾的 都很漂亮的 上面這個拉丁餐廳吃的巴西烤肉 應該都挺正宗的 因為我很多年之前吃過一次 當時會見到有很多巴西人 應該是在廣州工作生活的巴西人 到這裡吃的 想不到這麼多年 他們還在這裡 而且我說正經的 真的正經的 因為我來過 上面這個木竹是挺好的 那些技師又不會說全部年紀很大 但是我可以保證肯定是正經的 因為這棟樓的業主 不是那些古靈精怪的人 在這裡其實都不是沒東西吃的 比如前面 我不走過去了 就會有味然香 然後再往前走 有廣州其中一間 我吃過的 都算比較好的麵包店 芝士蛋糕很好吃的 還有我試過有一次 我的同學 我的同學不是廣州人 是外地的 廣東省內 哪裏不太記得 他找我 他說你去這個麵包店 接近不接近 我說當然接近 每天都經過 他說可不可以幫我買麵包 我說怎樣給他 他說快低就行了 錢照給 這麼有趣 來到這裡就開始見到多這些餐廳 比如說常平竹星麵 開了一兩年 大概 生意就是這樣 開了幾年的時候 好像都挺虛陷的 旁邊就有 喝啤酒 還有貓圓 不可以喝啤酒 還有這個中間 這個都是吃日式料理的 和牛 燒料 好像都開了很久了 還有隔壁的薄餅店 其實這裡是挺舒服的 不過現在真的正在做路 實在沒辦法 那些大型的器材 全部都放在這裡 有何而出入不變呢 來到這裡當然是給大家看看樓價 我們不要看總價多少錢 我們看看單價 45000元 1990年落成 這個看法都沒有電梯 建設二馬路 208萬元 我遠一點 這個很遠 36000元一平方米 155萬元 應該是沒有電梯的了 它有的一定會寫出來的 90年落成 比遠一點便宜 看看一些貴的 中環廣場 差不多10萬元一平方米 它是值的 舒服很多 離地鐵站遠了一點 都不算很遠 再來上面這個青龍崗 5萬元就要 5萬元的青龍崗也要 薄餵 不知道 廢話少說 我們繼續往前 開始我們會見到 有些人拿著 菜式走出去 其實市場就在正前方 至於我吃東西的地方 我看看附近有沒有 沒有的話 其實我是想喝茶的 是的 憑印象附近茶樓 好像不是很多 反而那些 咖啡店 其實有不少 好像面前這裡 有賣檸檬茶 我記得賣檸檬茶 以前十年八年都有 是有做一個薄餅店 用如用排煙焗 挺不錯的 旁邊有喝酒 搶粉黃 還有咖啡店 咖啡店 一段時間這裡還有日本便利店 羅森 不錯 要去我先頭所說的搶粉店 就是在這裡過去 應該是建設六雅到小學旁邊 既然也想不到什麼東西了 那就過去那邊 我知道回到建設大馬路應該是 都幾遠行十幾分鐘 是有茶樓的 而且坐得應該都幾舒服 應該就是我先頭所說的 保利那棟樓盤那裡 即是我們上次去看電影那裡 那不過去了 我們在這裡吃了早餐就算了 提到的就是這裡真的很多咖啡店 這裡又有窗口下面 很多這種咖啡店 還有先走過 前邊紅色又有一間 很方便的 我也記得清楚了 就是這裡 這裡就是建設六馬路小學 那個餐廳就在它的左邊的 叫做 梁新記小食 我已經記得了 因為我看到名字 我去吃早餐 早餐到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蝦米腸 它是7元的 不是很多腸粉店會做蝦米腸 這裏是其中一間 第二個就是牛肉粥 因為今天天氣有所轉動 吃一碗牛肉粥 吃一碗牛肉粥 現在這個時間 已經過了最繁忙時間 吃早餐時間 所以餐廳的人 就沒有早前那麼火爆 很多餐廳會做蝦米腸粉 這裡是其中一間 如果說另外一間 就應該是紅的雞粥 看上去是好似的 它的蝦米腸粉皮 是這一種 不算很嚴硬很嚴硬 當然不會散 的皮 但是它夠薄 沒有可能很嚴硬 可以有薄的 沒有可能的 它是屬於第一種的 不算是超傳統的 超傳統 不過有一樣東西我很喜歡 它就是沒有放蔬菜在裡面 它的豉油肯定是甜的 我記得上次來吃到 是比這次鹹很多 可能這麼巧合的原因 但是這次就效果好很多 因為吃腸粉的時候 太鹹不適合的 那些油就不算很香 其實通常在廣州老城區 吃到的腸粉 它的油都不會很香那種 都是用回普通市場 拿的油 好像這樣 一筷子夾進去 又有蝦米 有香蔥 又有少量的豬油 不要碰太多 是挺好吃的 是挺好吃的 我都很迷信吃豬油 早上一定要吃一碗豬油 其實現在少了 不知道大家犯不發覺 很多時候都是我要求吃豬油 例如昨天 昨天有沒有吃豬油 昨天有吃豬油 昨天有吃豬油 昨天我就說清熱 所以才吃豪豉菜乾豬油 這個豬油的顏色 是比較淺 還有應該有醃過那種肉片 至於豬油的豬油 港府豬油 應該沒有太大疑問 還有少量的豬油 還有它放了幾條很粗的薑絲 這個鐵鍋 保溫超強的 中國就不多說了 都是正常的一碗豬油 我慢慢吃完之後 就進去市場逛逛 還有逛逛附近的街景 看看 我想去建設新村 不 我想去郵電新村看看 我又吃飽飽了 大家看上去覺得怎樣 有人情味 街坊食堂的話 精彩到雕花是不可能的 還有中午會更多人 再來 如果要去地鐵站 我不建議去 但是這裏出去 是人還可以走的 在這裏前面轉左 就去地鐵站 大概走十分鐘 應該到達 地鐵站 是我經過的淘金地鐵站 據說以後在我身後邊 走到東風路的方向 還有一個地鐵站 建設六馬路站 希望快點起好 我會往市場方向過去的 就是在前面往右轉 現在走這裏叫建設橫馬路 我雖然住在這附近 但是路名真的不太熟 我只記得建設六馬路在哪裏 以及建設大馬路在哪裏 其他那些什麼橫馬路 一馬路、二馬路 基本上都不太記得 四馬路我好像記得在前面轉過去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再往前面轉左 出去的東風路 好像是五馬路 忘記這裏的居民樓 它是好像面前這一種居多 有幾棟 當然是新起那些高層住宅 大多數都是這一種 大概九十年代落成 然後就有防盜網的屋 有些還會舊一些 大家看到後面那些 據說以前有很多市政的工人 叫做建設廣州 就在這裏住 所以就有一種說法 就說這裏為什麼叫做建設新村 因為他們建設廣州 而得名的 至於是不是 因為我身邊沒有朋友 他們在這邊住 我就證實不了 但是在這邊住的生活成本 其實都頗低的 現在就正在整路 但其實未整路之前 很多好像面前的店 總之就是我和老婆 經常都會過來買菜 又有煲仔飯 但是煲仔飯還沒吃過 我就最記得這個果樂園 現在就在買日用白貨 到夏天的時候 買水果 我還記得 應該是疫情剛剛中招完 無奈的時候 來買雪梨 買過一次 然後有地下這些地鋪 其實生意也是挺好的 還有餃子店 沒有做到 還有這個也是做了很久的 我記得 我剛才說 經常以前在中環廣場 收工的時候 經過這裏 當時這間店已經在開 但是吃過 似乎香香口味 不是很適合 很多店都是臨時租約的 例如這些 麵包店 好像以前也買過 忘記了 這間就做了很久的 有一次和老婆 即是這個腸粉店 有一次和老婆 我們一家三口 去列士林園遊玩 買一些野食進去 一邊玩一邊吃 在這裏買了些 奶粉 腸粉 各種 便宜 很年輕的 再來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 我和老婆 經常會來的一個超市 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是便宜到有天而不可思議 還有現在不知 叫加德信以前 叫做聖街超市 但其實價錢是一樣的 經常有這些便宜的水果 蔬菜 這樣賣 有時候 汽水也會買些給女兒喝一下 很有趣 還有這個麵包店 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叫永勝餅屋 因為它的名字不是掛在上面 而是自己的麵包也挺好吃的 就是這裏 老街坊 都來買 美女睡醒又來買 至於在這裏出去 就是我們先頭經過的 建設六馬路 我們會在這個方向過去市場 這裏 我還很記得這個公園 曾經又是疫情的時候 不是經常要驗核酸 又說和賣 又說這樣那樣 又說要驗完第二天才給上學 當時就是曾經在這裏驗過一次 都很快 我記得 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 都很快 再往前走一點 已經是市場的一個範圍了 在前面有些人走出這個位置 都是有送賣的 都很快 都是過勁 因為 gedaan 例如這裏 這裏應該叫二馬路 沒錯 我們看到 有水果店 之前我們也在這裏買過 不过没卖很久 因为开车去方村买 怎说都是比较便宜的 这条路也是很旧的那些屋 大家看看对面 在广州是锁静无几的 再看清楚一点 是不是那些楼梯 多久 这样一级一级上 在前面一直往前走 就是以前我们来这儿 最多楼梿的地方 因为有早餐卖包的店铺 偶尔会买的 后来人家吃到嘴梟 就没有买的 再来还有 前面还有那个 卖煲汤料 没错了 前面 绿色那儿 康太汤料店 就是煲汤料 买一些淮山 时食那些 再来 再前面是水果店 还有这个葱油饼都挺好的 还有这个烧鵝 烧鵝也是不错的 到旁边建筑市场 搬到这里 不是啊 是不是 可能那儿租药可以怎么满 这儿就多了一个新市场 说不定了 新开的嘛 这个建筑新村新街市 其实它的业拳是有一些 不是很明昔的 什么事我就不说了 但是呢 始终都是 民生工程 所以就仍允许它继续做 就是这里了 没错就是这里了 始终开了没有30年 也20年了 因为呢 除了我老婆 其实我老爸 以前 还年轻的时候 还经常会自己 喜欢去买贡 都是来建设市场的 那这里选择多了 那些食物又新鲜 而且老人家喜欢逛逛 他不想 这一天坐在这里 很无聊的 那我就宁愿走过来这儿 走一下街又 走一下市场 和人聊聊天 旁边的时候呢 这里就会有特价 特价的销流 当时老婆也买不少 再来这里呢 卖粉的呢 当时我都说过了 我曾经卖过猪肠粉 我也是来这里拿货 但是我好像不太认得的老板 但是一天早上 车过来给我的 就是这几档呢 我不肯定是不是这个帅 哇 那些猪肉 成行成市 一有这样的阵势呢 就不会贵得去哪里了 还有这些菜呢 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有名买实价 和我们昨天去看到的那些呢 是否很不同呢 大家看到了吗 生菜是则2.5元 昨天我们卖4元一斤 你说下雨 也是这样说的啦 是不是 所以这个市场呢 应该 我认为 有得这么企理的 来说呢 在广州 都真的挺热闹的了 因为 比如说我们去到龙津路市场 那是人多 但是其实那里的环境 是很一般的 就是走得没那么舒服 但是这里就不同了 全部摆到齐齐整整的 就算地下烤烤了 不时也会有工人在这里 搞清楚一些卫生它啦 这里呢 除了 总之你要煮菜 基本上要有的 都要有鸡鵝鸭啊 菜啊 各种种类的菜啊 都会有的 也有特价2元啦 红椒5元啦 这边就 粟米是10元3条啦 所以我为什么说不贵呢 我呢 还很喜欢在这里买牛肉的 只不过都是那一句 现在多了去 开车去方村西朗 没有过去那边买的 我都来过一次 相思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感觉还没有今天那么光满 可能那天又是 下了很大很大雨 可能这个原因呢 不同的食用 你带着是 干吗 кор林� 我就说 这个子 夯温馅 非常熟 锅 麦 婁 要 今天开始进入浴宕 除了浴宕以外,这里连衣服也有卖 如果先后我不想在那里吃早餐 走入这个市场,应该在前面写着公平称 走出去,是有饮茶的地方 但我不肯定,因为太久没有来过 鸡蛋,酱料,以前我都买不少酱料 很多叔叔阿姨一早就来这里买菜 以前老爸都很喜欢在那里买鱼 偶尔老婆就会在那里买蠔 那时候没有吃得那么丰富 女儿有时候终不回家吃饭 就不用煮那么多 现在就不是了,整天都要煮 所以就买多点放冰箱 卖得没那么新鲜 但是如果在家附近来说 想吃得新鲜些,吃得好些 其实反而是来建设市场买 但是买的会会辛苦些 什么都有 鸡,光鸡,又有 斩料档就是先前经过的 但是水果我们就很少会在这里买的 这里都是会有水果买的 对不对,就少一点 你可以 你大家都会Plus 到了 可以 在海边 最后 在海边 请 有 我們又出來大路 先談談具體位置 鏡頭正前方一路走 有一棟很大的建築物就是寶利 即是我們上次看電影 再繼續往前走 就已經在環市路 對面是電視台 大概方位相信大家都知道 再來對面這裏 應該叫做 湧翠小區 又是很舊那種 但住得挺舒服的感覺上 有市場 停車又方便 近東風路近環市路 其實它就是東風路 和環市路中間的一個地方 再帶大家去前面走 因為我想證實一下 我才能說那個 茶樓還在嗎 這裏還有銀行 在這裏排隊 講回食物 如果在附近想坐得好些 吃得好些 又不想走到那裏 其實這裏是有很多的 已經看到佔光豪 它的光是光 光亮的光 佔光豪裝 至於上邊這棟樓 就是先向我們去看 樓價 差不多10萬元一平方米 那裏 還要找我二手 這個佔光豪裝 旁邊是水煮魚香 應該是吃辣的 還有樓上 其實是一個足球場 前面這裏見到 建設三橫路 在這裏看得更清晰 這個方向一路去就是 去天河的方向 就看到花園酒店 簡單來說 一直往前走 就是建設六馬路 這個好像很吸引 雖然它不是佔光豪裝 它應該是吃燒烤的 這裡寫著 仙豪燒烤專門店 李基佔光豪裝 可以試試看 看完電影 就來吃燒生蠔 還有這個水煮魚香 就做了很多很多年 還有客家菜在前面 都是這個足球場下面 再來這裡還有一個厲害 這個是 這個是吃日式料理 也是燒料 就是燒雞肉那種店 現在廣州很多 大家知道為何這裡富有這麼多日式料理店嗎?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有的 還有很多種很隱世的 我們都知道一點 為什麼呢? 日本駐廣州領事館 就在花園酒店 這裡又有壽司店 這個也是開了很久很久的 我們會從這裡穿過去 這裡過回去 建設六馬路那邊 有咖啡店 這裡住起來 應該是挺舒服的了 如果作為一個遊客來這裡玩 這條街有很多食物 這裡又有潮汕菜 魚仔糕 大家的菜 我記得以前是這個位置 後來應該搬到旁邊 這裡就是大商場 上次都跟大家去看過電影 順便有很多不同地方的菜系 繼續往前走 就是我想去的油店新村 順便現在再去 大家還記得上一集我曾經說過 我1988年的時候 我90年代才搬到這裡附近 80年代的時候 88年了 我曾經來過一次 我婆婆帶著我來探望一個親戚 當時那個親戚 就是在油店新村那裡住的 如果說到一個比較舊的老的新村 油店新村就真的無出其有 很厲害 先頭我們見過建設新村的舊屋 算舊的 到尾算 去到油店新村見到那些更舊的 讓我認一下路 看是怎樣過去 在這裡過得到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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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皮靜 好可怕 我們躺進去 经过这里,我们又发现有个竹星链 好像挺好的 早知先游过来这里吃 起码这里坐得舒服点 我不是说那里坐得不好 但这里写着事业期间 新开张?不知道 这条路上很多食物 如果我没记错,在前面望左寸 就可以回到大路 有猪脚饭 又有斩鸟饭 沙饵小食 上海云吞 突然间又有一间屋很旧 如果不是在这里住了很久 而且记得到大方位 其实是挺容易搞错的路 在这里是可以回到华市路 在这里 在这里 是个月的一家 最后一家店 团队 房间 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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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街 为什么我叫大家住花园酒店 如果坐巴士去到花园酒店 要注意就是这样 因为你下车之后 你会走这一段路 如果想去我鲜楼的保利广场 你要走这一路是很麻烦的 这一段路还要继续 今天这么凉爽 当然没所谓 去到夏天的时候 走完这一段路 身体已经沉了 真的要很小心 不过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这个巴士 这个巴士虽然走路很远 但是它是可以去到潘渔的 只需要两元的东西 那里写着 很划算 去到潘渔大石那里 如果你想回去潘渔大石 不知为什么要坐巴士 是可以选它 这里就是花园酒店 对面就是友谊商店 对面就是淘金地铁站的B出口 A出口就在前面 这个位置 马路分开两边 再来 昨天我们喝茶那里 昨天是下雨的 没办法 今天我想大家应该看得清晰一点 见不见得到前边这栋 这个位置 再靠后一栋 就是我们昨天喝茶的地方 你说远不远 你说很近肯定不至于 连一个地铁站都未到 比如前面 陶金地铁站 再前面 就已经是电子大厦 就是我们昨天喝茶的地方 行十几分钟 都挺方便的 还有现在帮了很多外国商人回来 因为他们可能都知道 我们放农的新年假 没有人做事 现在就回来 我昨天坐地铁都见到很多很多 接下来 我就会下来这里 这里就叫做华乐路 前边这栋楼就是华乐大厦 亦是油电新村的所在位置 还有前边这个位置 见不见这个位置 是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拍照的 一过了那个位置 就已经是淘金路了 是说回以前经常会跟老婆去买菜的时候 我们买得多 有个单车推 经过这个位置 这个隧道这里 晚上他们开了那些街灯 黄黄色 金鱼黄色的 就很多摄影爱好者说 这里是很像香港的 对于我来说 我当然不觉得 因为我走过这么多次 但是真的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拍照 最多的时候 四五个都有 我们经常都在想 究竟他们在做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纯粹是为了兴趣的 之前哪里更厉害 有些人来到广州 年轻人来到广州 他专程过来这里 还拖了行李行李 来这里拍照 那些行李就放在一边 今天也看不到 可能也还到��滿学了 然后又拖第二家行李 去西华鲜吃红 Shancenbog 年轻人真的好 也就是这个位置 这幢楼已经翻身过了 之前外场没有这么漂亮 可能翻身后年轻人来要拍照 他们说那本轻帮好像香港 我是真不觉得的 还有我知道这里有一个恐怖的故事 其实在我频道里面也说过 不是那些装神弄鬼那些 而是真人真事发生的 不过就过去了这么多年 足足20年了 就不要说了 于右边这幅墙 进去就是花园酒店了 如果住花园酒店 可能在附近行走也好 再来还有这里上去 应该是这里上去 应该是左手边 右手边那栋楼 刚好遮住了 就是我昨天所说的 很便宜的酒店 华尔泰 不是 是叫做营商酒店 在这里 两百多三百元那个 挺好的 那里还有一个我叔叔 香港人 我三叔最喜欢的 怎都得 那里还有怎都得 挺舒服的 还有坐得碧劫 不过就 我没有其他意思 香港人不用了所谓 不怕碧劫 那些食材挺好的 还有价钱不算很贵 就是这里了 这间酒店 但就比较稠 但胜在便宜 还有市中心的核心 来地的站 五分钟 找完之后 酒店好吗 对不对 一千元 就算我们昨天喝茶 旁边的酒店 即以前的酒店 都要六百多 这两百多真的很便宜 其实来到这里 游电新村 已经很近了 在这里过去也可以 在前面过去也可以 再来 继续往前行 就是青菜江 在那里可以通往东风路 就是这儿的三茂营商酒店 我已经看到 怎样都可以 就在那个位置 几方便 这是铁路公司的 下属的一个酒店 那里写着 广东铁路有限公司 对不对 就是这里了 我们会在这里穿过去 再带大家逛逛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 大家也可以看清楚 这个就是昨天我们喝茶的地方 其实我的建议 除非你喜欢怎样都可以 如果想多个选择 可以过去那里 逛逛华侨新村 喝个早茶 好像昨天那间 坐得真的挺舒服的 人又不会太多 服务也好 服务真的很好 很多很离谱 哥哥很开心 做事做得 而且 我说昨天的饮茶 他又会 如果是熟客 又会和你聊天 然后又可以过来 环市里看看 这些旧屋 对呀 环市里不只是新的 其实作为商业区 虽然我们不太喜欢去 虽然环市里是自己家附近的 但它与天航那些很不一样 仍然会有这些旧屋 比面前这些 又或者好像面前这些 有些已经有家装电梯了 在这里一路过去 我不去 今天还有更多 会有写字楼 上班的人 又有好像面前这些旧屋 这里 这一样东西就是环市路 环市东路 融合在一起的地方 不像去到天河 或珠江新城那些 全部都是高楼 全部都是高楼 有新的有旧的 当然旧的不会像西关那些 民国那些 大多数都是 大多数都是 80 年代的屋 但也有四五十年的历史 四十年的历史 又方便 最重要是你懂路 好了 今集影片也到这里结束了 跟大家又说了一集 现在也出回热头了 我也是时候要回去了 帮忙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点个赞 我们下集见了 一年两集 我们拍了我家附近的情景 其实有一位观众 还提出了要求 他说想看看 广公对面的一个学院 我试试过去拍摄过 但是不让我去 没办法 好了 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